我看看 孟宝洛姐她不能猜到你是谁 等会儿等会儿 没法有没法 妈呀 笑得很忙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傻的 是切完了吗一轮 先不看是吧 我在我最后辨别一下 虽然很酷炫 但有一颗可爱温暖的心 能感受到你的害羞 没想到你做菜这么好吃 你就是做菜好吃那个 对 对了 瓦盆草 何苦那小草惹护谁了 这是香菜很好吃的 这是香菜啊 我以为你在旁边拔了个草子 故意这样写的 确定了吗 确定 来 介绍答案 人毛呗 找链子是什么 是小桌子小凳子的意思吗 小链子 不会是你吧 不知道 对对你 什么东西啊 找链子 不是我写的 你猜错了 真的不是啊 我不承认 哎 这样吧 错了 你先顺一遍 就按智姐节奏开心生活下去 把这个我问 错 又挨一掌吗 我为什么他们都没胜 我为什么一手 我为什么每一天都被打呀 你在说哪一个呀 没看见你 花瓶那个呀 花瓶是我呀 花瓶是你 什么是我 花瓶吧 就好多导演都找你 去演一个花瓶什么的 你就觉得 就是其实你不是这个样子 特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角色 去证明自己 就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我 我们都是演员嘛 有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 就像跟我一开始拍《前任》 就那个《前任》之后 其实那根本不是我 但很多后面的角色去找 所以特别有感触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希望你能够 在以后拍戏 能够有一部作品 去证明自己 很多很多个 你能去演好的这样的角色 你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 真的 厉害了 他才不会这么闲 他才不会这么叫你 会胃 超级疼 完了我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以前 你还没有开始 我这一次打这么准 你好疼 我没下去的时候 我就叫小爱 我就说你跳不跳 然后他就看出来 我今天 他不陪我跳 我肯定是今天 我是死活下不去了 然后他就说 行我陪你一块跳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就是他要跳 就一定陪他跳 对 就是上一次 他觉得就是 我今天他要不来 上来的话 我肯定我今天 我死活我也下不去了 而且我上一次是又想跳 又跳不下去的时候 那感觉跟他今天特别像 然后那一天 如果不是他站在旁边 就是陪我那一下 我下不去了 你不要再躲避眼神了 你 特别好处 我 人美心善 什么 这句话是你写的吧 不是 再抽一下 他两句都没猜 我打过就不能给我打了 对呀 因为这句话你写的 他才做了 所以给你打 哪句话我写的 特别好处人美心善 所以那句是你的 哪句 将来谁娶了我们家妖精的话 真的是想了大夫了 是啊 是我的 你怎么这么 就是邻家姑娘 这是伪装 他说的是那种 就是东北老家 他就是姐姐妹妹跟你说的话 对呀 没事 先抽一下吧 先抽 怎么抽他 我都疼 我手疼 行 还差不多 有两个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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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刚刚没猜完呢 你得猜完哪个是我写的 我才能认 这个呢 有机会一起压脚背吧 你确定一个 快 哈哈那句是你写的 是你吗 是 是我 然后后面这个 有机会一起压脚背吧 是你 下面由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直接公布答案还行 你现在太忙了 多吃有营养的 泡面扔掉好吗 好 这一看就是小爱 因为小爱跟我住一块 然后屋里大包泡面 只有她知道这事 永远骄傲自信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要怀疑 这等会儿啊 下一个 你那么可爱 别总那么死要强 这个就是 孟孟 因为孟孟羡慕我 特别的酷 所以她总想把我往可爱转 这样就没个人跟她长酷了 所以这一看就是着孟 我一点都不羡慕你 但这个是不是你 是我 对 你看 好 然后下一个 有时候不用那么强 你怕蟑螂 飞蛾的时候 跳到 莉莉真的太明显了 别人船上的时候 也超可爱的 所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防晒 居然还那么白白的 这个应该是张大力 莉莉现在只要少写两行 你都很安全 写到第五个字就可以猜出去 张大力这个 首先 首先只有她会这么在乎 别人用什么牌子的防晒 再说完还这么白 然后她是中间能从蟑螂跳到美白 这个夺起的人 也只有张大力 好 这个好 这个容易 然后最后一个 你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这种劲儿让你自带引力 这个留恋 这个一看就是留恋 为什么呢 因为她这个话讲的 一看就是像澳美出来的人 啥呀 怎么给你写个slogan是吗 对 就是非常的 思路非常的清晰 对 那第二个就只能是堂堂了排除法 永远就要自信地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不要怀疑 好 有什么不对的吗 没有的话 就是这么的聪明 没有办法 这一轮下来了 你就摸清每个人的套路了 对啊 你的时间比较久 哦 沉地发言 那你有什么疑问吗 有啊 比如说莉莉 你为什么就非要抓着我这蟑螂的事不放呢 只有你会一直抓着我蟑螂的事不放 我问就是很酷 他每次就做什么事情 尤其在台上都很酷 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他人生都一直这么酷 然后其实他有很松弛的时候 比如看到蟑螂 看到那些他害怕的东西的时候 这人分别就很可爱 很可爱 很小孩 然后呢 他又怕别人看到他很小孩的一面 他平时吧 从不跟别人分享他的内心情绪 他每次变成那种弱智鬼的那一刻 他就恨不得要告诉全世界人 我好害怕 我好下眼 我不行了 我下不去 我怎么办 行了啊 结束 我要现在要把这个伞给撤了 那你把伞撤了试试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咱们试试再说呗 来 撤反 谢谢 沈海了 你这逼着我盲谈 等我先让眼睛试用一下 我今天不会被晒成阴阳脸了吧 这点 也没涂点防晒 我觉得那是剪辑剪的吧 我觉得咱三秒就开散了 刚从悬崖上跳下来 还要从直升机跳下来 把这心脏吐吐吐 我也想坚强 有的时候身不由己 太难了 录个综艺 眼瞅着要把自己的恐高给治好 他们太快了 都没做好心理建设 都已经炸上了 一刻接一刻就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 刚开始开舱门 然后莉莉坐在第一个 然后说准备下啦下啦 然后就看到莉莉那个人往旁边蹭 本来以为会像是昨天那样 大家就准备好 结果还没等 还没跟莉莉说完加油 莉莉已经下去了 莉莉的脸就在这样 然后我紧接着我就想说 我想犹豫一下 我说我这个真不行来不了 还没等说完 刚说完我真不行 我的教练已经到门口了 我就想起 我就得做那个动作了 我刚摆好这个动作 我人已经下去了 还游360度看一下这个博鳌 我说我必不想 女孩子说不想 就是想 就给我来了个360 对 我的教练我发现 这个跳伞圈不是一般的卷 我的教练看下面的教练 本来我们是第二个下去的 但我说你怎么看下面有两个伞 他说对我们飞慢了 应该是我们下去慢了 说你想不想也感受一下 我说我不用 咱们好好慢慢飞就行 我们并不觉得这个教练有听我的意思 直接一个大转弯 我们就开始失踪 我们就开始往前掉 我给我吓的 哇的在上面 你真的假的 我是想要去其他的地方再跳一跳 不同的跳 但是希望下一次带我的教练是你 为什么是你约的我 为什么不能是我约的你呢 找你谈谈话不行吗 对 我哪个音错了 找你谈话 笑着 来吧 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为什么找什么 还记得我们怎么开始的吗 并且把我们给安排在一起了 我对你有特别大的改观 就是从出舞台 因为可能确实是 你给我们看到的那一面就是会比较太酷了 然后突然到野强威的时候 就是每天都在那非常操心 然后我们上台前去叮嘱每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那种踏实感我觉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就是你还是一个挺挺温暖的人 就是哪怕就是一句话 然后夹个鱼丸夹个肉什么的 就虽然你可能都是那种比较冷冷的表达 但是那个是其实你做出来的一百分的温馨 所以今天你说我们要去抱一个华宝 我会很感动 因为我会觉得录制结束了 你还会约我一起滑滑板 希望你越来越好 抱抱抱 这么吓人的一个地儿 我以为是要扮鬼吓我呢 我已经在书后躲着扮鬼吓你是吧 我刚跟孟姆聊了非常愉悦 尴尬的一步 为啥 我感觉我们三个好像没有办法走这种深情不怕的 我刚刚跟她说了 我觉得应该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那种的 不应该是坐在这走情感路线的 当然我们坐在这里面对面的聊这个事 就会变得很怪 就是会是这样 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我就是一样的感受 是吗 对 所以你是对任何人 不管不分对象的 你都会无法表达 情感 我生长的家庭里面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那种 就非常典型的那种不怎么会表达情感的家庭 就是对我来讲 我愿意去跟你 去 不管是像我刚刚我跟莉莉说 要不咱们一块去划划板 或者我跟子萱儿就是咱们发一首歌 这都是 就是我想跟你 进一步交往的一个 一张票 就是我去主动邀约你去咱们去干件什么事情 但我不太会表达 就是说咱们做朋友吧 或者说咱们能不能继续好 就是这种我不太 我不太会说出这种橄榄枝 我不太会 所以我们都没有私下一起玩过 所以你说会私下一起聚的吗 肯定会啊 但是 聚会一起玩 时间特别少 因为 就是浪姐下来之后大家实在太忙了 本身每一天都在外面跑通告 所以我刚刚跟莉莉说 你不是想学划板吗 我说咱们回北京一块划 然后他就说你哪有时间啊 你有时间吗 然后我就说我一定会有时间 因为我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变了 我是觉得现在确实我们要努力 但是在努力之余 我们是要有一些时间去跟自己和解的 让自己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选择 好像你不会做任何 让自己不舒服的事 对 不会做任何浪费自己时间的事 或者说就是我会尝试 当你发现这个趋势不对 或者你觉得我并没有从中享受到什么乐趣 比如说你参加了无数通告 但那个给我带来的乐趣 还不如我去楼下喂一天流浪猫 他对我喵喵叫的那个感受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那我可能就在这放一个礼拜假 我觉得更值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对于动物可以那么直接的表达情感 但是对于人不能 因为他给你的情感回复也很直接 他没有任何的假装 所以比如说你会喜欢对你很热情的人吗 也不一定 也不是 对啊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那种感情你得是很真挚 但是大部分人他做不到 你也不能要求人他都是真挚的感情 咱们之所以很多姐姐互相喜欢 是因为咱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真挚 就觉得你很真 卡姐也很真 大家都很真 大家会感受到这种真挚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喜欢跟你相处 当你感受到有些人他不够真挚的时候 特别这样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 就觉得这个场很奇怪 你就不敢去尝试了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人到底他是不是真挚的 你不想再去受伤 或者再去体验他的那种白眼也好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不愿去浪费这些时间 但是我对待的每一只猫 每一只狗他都很真挚 所以我就知道我 只要我去接触你 你就会很真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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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